林国栋点了一下头 你啊 先跟我说这个 还不是拉着我当说客 不过我相信 你爷爷以及周伯伯那边 还是会支持你的 这些事情 明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也好 先去睡觉吧 父子俩终于结束了谈话 各自回房休息 林景洪 进的自然是丫头的房间 清晨阳光明媚 照射进丫头的卧室 丫头周新仪缓缓地睁开双眼 忽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在睡着 她自第二次怀孕后 虽不如第一次怀孕那样 每日都试睡 但晚上还是很试睡 大多数一觉睡得大天亮 今天竟然在自己床上 多睡了一个人都不知道 怎么不让她震撼莫名呢 突然芳心一颤 大声尖叫一声 感觉到自己身后睡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 自己睡着的时候 竟然有男人爬上床 这是香山别墅 到底谁能进得了这里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一时间心乱如麻 大脑停滞了运行一般 已是一片空白 甚至连转过头来看看都忘记了 或者下意识中 根本不想看着身后的男人是谁 她努力地向外挪动身体 想要离开跟自己贴在一起的那具男人身体 只是刚动了几下 身后便伸来双手 紧紧地还在她的胸前 使她不能挪动 甚至两人的身体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很是紧密 心仪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门外传来奶奶一连串的声音 门被急急地推开 奶奶从外面进来 她刚起床准备下楼的 听得丫头房中的尖叫声心中一颤 急忙忙地过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丫头可是林家的宝贝啊 林家天之家业的重任还落在她的身上呢 出不得半点差错 特别是爷爷 恨不得早日抱上属于林家的孙子 当奶奶看得丫头床上 竟然有两个人 而丫头一脸地彷徨和无助 由于林锦红睡觉时捂着被子 奶奶站在门口根本看不清楚 只是看着那体型 大致可以猜测得出来是男人 奶奶急匆匆地向床前走来满脸的怒火 正想去揭开谜底之时 被丫头那声尖叫惊醒的林锦红 指着从丫头胸前抽回一只手 伸手扒下被子露出脑袋 灿烂一笑道 奶奶 早啊 是我了 哎 锦红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奶奶一看到孙子的脑袋扑枝一乐 知道这家伙又对自己媳妇使坏了 她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心中有些高兴 没想到孙子竟然回家了 她知道没自己的事了 一脸笑呵呵地出去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这孩子 林锦红的声音飘进了丫头的耳中 丫头终于明白过来 身后的男人是谁 煞食脸上的彷徨和无助进去 脸上洋溢着甜蜜 一下子转过身来 很难相信一个孕妇 竟然会有这么快的伸手 两人面对面 看着丫头眼里满是水雾 知道刚才那会儿真是吓坏她了 她满怀歉疚着道 丫头 对不起 吓坏你了吗 嘴唇很快被丫头的仙手堵上了 她眼中的水雾进去 好像一下子被高温蒸发了一下 柔媚的笑容浮现在她的脸上 身子向她怀中拱了拱 仿佛一只小猪似的可爱 当两人从房间里出来 下面众人还在等着他们吃饭 本来这时候 小贺莲是应该去上学了的 可是听说林锦宏已经回来 她愣是没有一个人先吃早餐 说是要等大家一起吃 众人一致劝她先吃 吃完后去学校 被逼不过的她 说是今天不用上学 可是谎言很快被秋思揭穿了 秋思是开车送她上学的 自然知道今天学校里要上课的事情 最后小贺莲又说自己不舒服 要休息一天 她这样谎话连篇 无非是想看林锦宏一眼 她怕自己去上学后 林锦宏又不声不响地走了 众人从没有看过她撒娇说谎 此刻的破天荒的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 会撒娇会生气 而不是像一个一脸冰冷冷的小大人 大家也知道她是为了看林锦宏 也就不管她不去学校的事情了 一家人坐下吃早餐 小贺莲更是一个劲地看着林锦宏 只是林锦宏自始至终 都没有抬头看她 惹得她很不高兴 像是小孩子没有吃到糖似的 满脸的忧愿 小嘴儿翘得能挂着几个油瓶子 林国栋一看着她这副表情 心中微微一动 忙转过头去 心中大是惊讶 暗道 这小丫头竟然一脸媚意 媚骨天成 如果她稍稍再长大一点 一个媚眼就能让男人心神失守 平日里冰冷冷的倒看不出来 也只有她对锦宏时 才会有这副表情 这 林国栋不敢想象下去 她隐隐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妥 但一想到小赫莲这丫头的年龄 便又暗自苦笑 十四五岁 说到底还是个孩子 她只跟林锦宏熟人 才会有这副撒娇的表情吧 林锦宏自然注意到了小赫莲的表情 不过她等一下 反正是要去找这个小家伙 问问那句话的意思的 也没有准备现在哄她高兴 说不定现在她一高兴 等下跟她说那个事情时 反而矜持了 这就得不偿失了 还在吃早餐 老头子周孝民便来了 周孝民是每天都会来香山别墅的 一则是陪陪老友林长俊 顺便逗逗自己的重孙周玉清 自从有重孙以来 这是她每日必修的课程 有时候是从早上六点钟来 一直到晚上看着重孙睡了 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当然周孝民也不是没有想 要将重孙带到西山院 但想到这也是林长俊的玄孙 再说自己的孙女也在香山别墅 母子分开自然不行 因此她也只能每天往这里赶 过不了多长时间 林景洪的岳父岳母周建国夫妇也到来了 周建国是来找林国栋的 顺便看看孙子 好几天没有看到孙子 自然想念得很 周孝民听说林景洪是连夜赶回来的 有些吃惊 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个女人收拾完碗碟便离开了客厅 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小贺连 每次在客厅里 不管是商量什么事情 她都会在场 在书房的话 她则不会去 她满脸忧怨地 在林景洪身边坐下 一动不动的 身份看起来 很像林家的童养席 见林景洪还是没有理她 她便又贴近几分 最后干脆靠在了林景洪怀里 直到此时 她满脸忧怨的表情 才不复存在 林景洪将自己在加州的情况 向众人说了一遍 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看着爷爷和岳父两人 老头子周孝民 一般不会干涉她的决定 因此自动被林景洪 过滤掉了 林长俊闻言后 微微一皱眉 视线从众人身上 一扫而过 最后缓缓地道 既然你这么决定 我看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 至于两个条件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你们看如何呀 林景洪闻言一正 没想到爷爷会答应得 这么爽快 这显然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不但是林景洪吃惊 就算是林国洞也没有想到 不过不管如何 既然连老爷子都同意了 这事估计也就决定了 周建国一般不会违背老爷子的意愿的 别看老爷子一辈子大都在玩经济 到最后也只是在县财政局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休 但在林州两家仿若已经成了一言九鼎的存在 而周孝民由于性格使然 一般不会去管小事 只有在大事上才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而他做出的决定 同样也没有人能改 倒不是说林家老爷子手伸的长 又只懂经济不懂政治 其实站在林长俊这样的高度 政治和经济是相同的 而他看到的政治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以他从小闯荡直至创立文明世界的临时基金 他在经济上的眼光在国内无人能比 就算现在国家整个智囊库与之相比 也未必能高明得了多少 林国栋为什么能成为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红人 正是因为他继承了父亲身上的那种眼界 林国栋看到的经济问题 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的高度 金红 你先带着小贺连出去吧 估计这丫头找你有事啊 周建国突然指着 腻歪在林景红身旁的小贺连 朗声笑道 林景红无奈一笑 知道他们又在商量什么事情 不是自己所能知道的了 只得起身准备离开 正好也趁机跟小贺连聊一下 但走了几步 后面没有脚步声 回头见小贺连还站在沙发前 绝着嘴一副不乐意的样子 林景红摇头苦笑 又走到他跟前向他伸出手 刹那间 小贺连露出了一个颠倒众生的魅笑 将小手塞进林景红的手中 一步一驱地跟着林景红身后 大厅中三个男人面对一个丫头的笑容 竟然都有一刹那的诗神 只有林长俊和周孝敏两人不为所动 一笑倾城 他长大后绝对会有这样的魅力 众人心中不由自主地出现这样的想法 握着小贺连的手 一阵滑腻柔弱无骨的冰冷感觉 袭上心头 林景红不由自主地轻轻捏了一下 走在后面的小贺连 眼中闪过一丝迷彩 水雾乍起 他还以为林景红 从吃早餐到现在 一直没有看自己一眼 不喜欢自己了 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还是喜欢自己的 两人出了客厅 来到外面游泳池旁的靠椅上 林景红在靠椅上躺下 小贺连没有走开 轻咬着嘴唇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景红 突然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想问我那个电话的事情 林景红侧头看了他一眼 见他眼中有些彷徨 便笑着捏了一下他精致的脸蛋 知道还不主动说 吹弹可破的血迹 滑腻的感觉 使得林景红有些爱不释手 又不由自主地磨散了一下 小贺连的脸蛋 小贺连并没有拒绝 反而很是喜欢这种暧昧的动作 恨不得抓着他的双手 一直在自己的脸蛋上 他突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爬上了林景红的双腿 整个人坐在林景红的大腿上 脸上悄悄地爬上了一抹斜意的粉红色 再渐渐地扩散 使得他本就妩媚的表情更加地诱惑 像是熟透了的樱桃 恨不得一口咬在口中 虽然整个人身上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可林景红就是感觉不到一点的重量 轻如红雨 林景红微微地咽下了一口口水 赶紧将脸转到另一边 他现在有些怕这个小丫头了 怕自己把持不住心神 做出什么不移的举动来 虽然有心想拉下脸来 但一想到丫头那忧怨的眼神 再说自己也是马上要离开京城的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事情 丫头对自己腻外 也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原因 自己又何必将两人的关系闹得这么僵呢 因此他没有呵斥 相反眼神中还有那么一丝柔意 这是他潜意识中的温柔 他自己也未必能清楚 但实实在在地看在小赫连的眼里 他眼中闪过了一丝狡狭 可惜林景红没有注意到 小丫头快说吧 你前次跟我说的那个电话 到底指的是谁 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景红右手拉着小赫连的小手 看着远处天空中的云卷云梳 心中破天荒的有些宁静 小赫连在自己的身旁 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再不说我就不理你了啊 小赫连很喜欢小丫头这个称号 因为林景红称呼周新仪 是称呼丫头的 她感觉自己在林景红的心目中 还是很有地位的 她的心一下子飞扬起来 冰山小美人披子的形象 一下子被遗弃 一双丹凤眼 眼波流转 故盼生辉 秋月节有一节未过 这一节为生死节 有性命之语 即使能保得住性命 也有血光之在 她本来不喜欢称呼秋月 为秋月节的 甚至平时连称呼都没有 其实在小赫连的嘴里 林家和周家 大部分人都没有称呼 大多是位子开头 就连林景红这个 在她看来最亲近的人 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两道浓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竟然拧成了一个山子 倒不是道山子型 这样的神态 很有一番成熟男人的神态 很具有吸引力 光看着小赫连 那目不转睛的神情 就知道了 林景红 还在想着小赫连说的话 一时间也不去注意 小赫连的表情神态 难难得道 有性命之忧吗 即使保得住性命 也有血光之在 看来真的是大劫了 到底是谁要对付秋月呢 对了 小丫头 到底是什么时候 有没有大致的时间呢 今年 小赫连看着她的表情 下意识地回答道 朱雀之行既火 既南方 以及六七月是天火最盛时期 最好在六七月的时候 离开南方远避东方 青龙为四项之首 代表左河东方 输水 水能克火 这是必获的最好办法 除此之外 最好是能天天待在家里 足不出户 但也要防范 祸从天降 林景洪文言大吃一惊 这生死节果然是不愧生死节 其严重程度 竟然坐在家里 也要防范 祸从天降 看来很有必要 让秋月离开加州 前往东方避祸 只是这些时间有些长 再说 也不可能就说 在东方就不一定能度过 这生死节吧 尽管林景洪在官场上 能左冲右突的得心应手 但在这一事 关自己女人生命时 竟然有了一丝惶恐 不再像往日那般的镇定 这就是 知道命运之后的坏处 无知者无畏 不知道命运 即使今天不知道明天生死 今天也照样能开开心心地过生活 该干嘛就干嘛 林景洪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林景洪眼中的彷徨 小赫连有些忧怨 整个人趴在林景洪的身上 一股少女的忧香 直冲林景洪的鼻息 竟然使得她心中安静了下来 很奇怪的感觉 她不由自主地 搂上了小赫连的背上 两人都没有说话 时间悄悄地流逝 心中宁静下来的林景洪 闻着身上的厨子忧香 再加上两个人这样趴着的姿势暧昧 小赫连虽然才十四五岁 但已经开始发育 她那妩媚的神态 已经不像是一个小女孩 而更像是一个小女人 她突然起了男人的反应 林景洪心中涌起了一丝罪恶感 忙坐了起来 将趴在身上的小赫连抱起放在地上 她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很快地将体内那丝邪恶压下 再也不敢看着小赫连这个绝世小妖娆 小赫连看着她的背影 迟迟地笑了笑 今天她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这五岁